威廉这位王储真是有一颗强大心脏 不愧是女王奶奶亲手调教的接班人 奶奶面前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提尔灭命了 人们吃惊地发现 威廉在看望完爱奇凯特 从医院离开之后 静止驱车去到了夏洛特的学校 在那里观看了学校组织的两个小时的游泳比赛 她和普通的鸡娃家长一样坐在看台上 并且没带保镖 显得一身轻松 众所周知 凯特王妃的病情应该是挺严重 而且老爹查尔斯下个星期就要动手术 她那个不省心的弟弟哈里和弟弟梅根一直也不消停 千般重担都压在这位年轻的王储艺人身上 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她有任何的惊慌失措 密色凝重 但目光坚定 很明显 查尔斯把自己都搭上的病情通报 并没有缓解民众对凯特病情的猜测 反而更惹得人们分一轮纷纷 而网传哈里亚梅根趁机想要重返王室 企图随时回来帮忙搅居的消息甚嚣尘上 也让英国佬争论不休 在此情况下 任何的语言安抚都显得缺乏说服力 而威廉用这看似不经意的好似以侠的举动 成功地给大家一个暗示 往事一切都好 无需他人知会 人们也注意到威廉去看望凯特的时候 是自己亲自开车去的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 去年女王病危时 也是威廉自己驾车 拉着二叔和小叔小沈 一起赶往机场的 亲自驾车前往机场的威廉 有点沧海逢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意思 现如今在种种不确定因素叠加 王储不能再有任何闪失的情况下 威廉不但仍然亲自驾车 而且居然不带保镖 这是何等的自信 以及对时局成竹在兄的把控 才会做出如此举动 临危不乱 情绪稳定 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是一个未来君王必备的条件 很显然威廉做得很出色 成熟的男人威廉 而这一点威廉并非天生 而是后天学习女王做出的努力改正 毋庸慧言和女王相比 王家庄的下几代都缺乏女王的那种钢铁般的意志 和大海一样宽广平静的胸怀 查尔斯趋于软弱 而威廉就有点继承了老妈拉安娜的血脉 曾经脾气暴躁 情绪变化不定 捞卡据说很怕威廉 当然这一点她弟弟哈利更是青出于蓝 胜于蓝 比起她亲娘的神经质 加上一个更字 而二王子的老婆梅根和二王子也算是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郁郁症比她婆婆可厉害得多 这两口子一出来就觉得天都阴了 好在成年之后 特别是在和凯特结婚以来 威廉变得越来越成熟稳健 有大局观 在女王病逝之后 威廉更是成长越发迅速 出现帝王之相 颇得众人的爱戴 自从女王执政到现在近百年来 王室从未有两位重要成员同时生病住院的情况出现 局势难免有点乱糟糟 在这种情况下 威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举动 四两拨千斤 历破各种谣言 稳定了局面 不由地让人拍案称赞 女王如果在天之灵 也会觉得欣慰的吧 从小到大 女王精心培养 丹安娜在英国王室里做十一年的王妃 曾经佩戴过大量的爵士珠宝 在她不幸去世后 这些珠宝不分还给了英国王室 不分传给了两个儿子 威廉和哈里 而现在两个儿子的妻子 凯特和梅根分别佩戴着丹安娜的一些珠宝 虽然丹安娜和凯特以及梅根从未谋面 但是通过他们身上的珠宝 或许这三个人能够建立起某种奇妙的连接吧 蓝宝石订婚戒指 凯特作为英女王的长孙媳妇 她自然继承了达安娜更多更重要的珠宝收藏 其中就包括了达安娜的蓝宝石订婚戒指 这枚戒指的蓝宝石重达十二可拉 是达安娜亲自挑选的 如今价值大约为五十万美元 达安娜很喜欢蓝宝石 手上的这枚戒指和她湛蓝色的眼睛相映成去 十分美丽 据说这枚戒指本来被哈利挑了去 然而在威廉准备向凯特求婚的时候 哈利主动把这枚戒指让给了哥哥 成全了一对碧人 如今凯特在出席活动时 经常会佩戴这枚蓝宝石戒指 这也算是对戴安娜的一种纪念吧 蓝宝石耳环 凯特或许和戴安娜一样 都对蓝宝石情有独钟 戴安娜的原本耳环上牵牵着两颗蓝宝石 而凯特对其进行了改动 变得更加简洁 你觉得谁戴得更好看呢 水滴形珍珠耳环 这对耳环本是珠宝商 送给戴安娜的新婚礼物 如今也成为了凯特王妃的珠宝珍藏之一 这一对耳环十分简约 没有过多的修饰 完全突出了珍珠的光泽与美感 情人节皇冠 这顶皇冠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13年 上面镶嵌着19颗硕大饱满的珍珠 令人惊艳 在戴安娜担任王妃期间 英女王永久地把这顶皇冠 借给了戴安娜佩戴 所以这顶皇冠就是 戴安娜标志性的事物 美丽的戴妃曾经多次佩戴情人节皇冠 每一次都让人眼前一亮 挪不开眼睛 戴安娜还曾抱怨过 这顶皇冠重量太重了 让她觉得头疼 现在这顶美丽的皇冠由凯特佩戴 戴安娜的这份美好 也由凯特传承下去 可以看出来 凯特继承的戴安娜的珠宝 多为蓝宝石 珍珠等材质 造型华丽 比较适合出席重大的活动 而另一位儿戏梅根继承的戴安娜珠宝 则相对来说比较朴素 比较适合日常佩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蝴蝶耳环 蝴蝶这样活泼的动物形象 很少会出现在王室成员的身上 而戴安娜佩戴的这套蝴蝶饰品 却恰到好处地凸显出了她天真少女的一面 而当这对耳环戴到了梅根身上 却又彰显出知性的美丽 梅根身穿着白色无袖连衣裙 十分简单 搭配一只可爱的小蝴蝶 致敬戴娜王妃 蓝宝石金手环 这个手环的设计十分现代 说是这两年的视频也不为过 不论是三十年前佩戴在戴妃身上 还是三十年后佩戴在梅根身上 都非常好看 海兰宝钻戒 海兰宝是一种被人低估的宝石 大家似乎都更喜欢 钻石 祖母绿 蓝宝石等等 而忽略了低调的海兰宝石 海兰宝的颜色比蓝宝石更浅 看上去更加纯净 这枚海兰宝戒指据说 是戴安娜为了庆祝自己的离婚而购买的 而在她出了车祸后 这枚戒指就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中 三十年没有出现 直到梅根和哈利结婚的那一天 坐在车上的梅根朝民众挥手的时候 这枚戒指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相较于三十年前 这颗海兰宝石毫无褪色 一如往常的夺人目光 戴安娜的一生虽然短暂 但是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很多的美好 这些珠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这些曾经属于戴妃的珠宝 能在凯特和梅根的身上继续绽放 让戴安娜的美丽 一方后世 哈利是不幸运的 父亲不喜欢戴妃 连带着哈利也不喜欢 尤其是哈利遗传的戴安娜的红发基因 而不是温莎血脉 这更让查尔斯对哈利厌恶至极 所以查尔斯将所有的父爱都给了继承人威廉 伊丽莎完女王的心中 家人情感在国家大事之后 她永远只会将自己的财富 全力与手腕都留给威廉 而不是哈利 而是哈利